聽不見 高檔明鏡被白髮 愁入青絲 無常雪 人生的也許今歡 我是金鑽空對月 天生我才比游泳 千斤三斤還復來 同樣再有且為了 回須一飲三百倍 曾扶子丹求生 曾經酒杯莫提 與君歌一曲 請君為我親而爹 不是拍戲表演Cosplay搞穿越 嗨大家好我是孟虹 有沒有喜歡名字的朋友呀 如果你怕買錯漢服 名字就是最好的選擇 名字 因為年份關係 所以有最多文物支持 而且對身材有肉的人也非常友好 如果家裡有長輩的話 他們穿起名字來 更是敦裝大器 說來慚愧 今年五月份的時候 大家投選給我的是 長三家雲間的搭配 可是呢 我自己手癢 把持不住 又去買了一件筆甲 不過也趁此機會 給大家展示一下 各種漢服單品的 穿法和搭配 讓你買了一套漢服 等於擁有了三四套 那麼我們直接就來上 Main Dish了 今天主要的是這一套 望天牙旗艦店的 花好月圓 明字立領協徑長山 配映畫馬面群 加雲間 那上次直播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打開袋子 來檢查一下了 那麼明字長山呢 是由理算起第一層 或第二層這樣的異物 有不同的領形 也分作大金或對金 對金呢 就是之前我們看過的 衣巾在中間的 然後大金呢 就是它的衣巾 是扯向另外一邊的 就是你 然後你可以用 攜帶或者扭扣來固定 然後前面的衣巾 是壓著底衣巾的 所以斜巾呢 就歸類於大金底下 然後 因為胸圍比較豐滿的關係 我說過我是盡量 避免對金的 那這一件也是選了很久 因為每到夏季的時候 就會出那種很薄很薄的血法 這對於需要長肉的人士來說 比如我 是比較不理想的 然後店家也送了一隻巴掌 這一套呢 是有兩個顏色的 然後我選擇了白款 也是多數人認為這個顏色 比較清新典雅 藍色的也不錯啦 就是比較沉溫 但是呢 這種 金光棉的布料呢 它其實不是白色 它是那種 流光的淡黃色 整體款式設計呢 算是比較心靈時尚的 上身感覺也是很合身 很舒服 我買的是M size 它吊牌是這種陰陽型的 那一身幾處是有 繡花 有蝴蝶繡花 還有一百前面呢 是有花朵的繡花 那繡花上呢 會有機繡留下的一些線頭 剪掉就好了 配套的印花麻麵裙呢 是迪倫面料的 然後 搭配白款的是這種綠色 然後搭配藍款的是什麼 另外的白色啦 然後 雖然它的尺碼錶和其他店鋪的相同 可是我穿上之後 我居然意外的發現 這條麻麵裙 我腰上 膠疊的合胃部分 居然是足夠的 然後裙們也很正 我買的是L馬 這一套是可以分馬購買的 只要買齊了一整套 店家就會送雲間 那它的圖樣呢 是跟上山對應的 就是這種畫好页圓 低調牙制的圖案 相信很多人是看了 演習攻略之後 就對那美美的雲間有了興趣 但是實際上 雲間並不是清代的產物哦 雲間 最早可見於敦煌水袋的 壁畫中 是神仙串的裝飾物 那雲間也叫披肩 一開始的作用呢 是來保護臨口和肩膀的清潔的 而後慢慢演變成裝飾物 其中又以四個雲紋 組成的四合如意是最為常見 握著一提的是呢 明早期的雲間是直接在衣服本體的肩膀上面的 一般用的是織巾 然後這一套的雲間呢 它的繡花紋樣 是跟著衣服來的一套的主題 一樣的主題 它就是蝴蝶圍繞著花草 然後這一套也是比較特別啦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它這家的圓巾 前面的部分是要自己剪開來的 然後 圓巾下還附了兩條飄袋 是可以拆卸的 然後問性提醒 各位如果要購買利領長三 圓巾的話 記得量一下自己的薄圍哦 然後 終於 來到了外城 我重新如故那裡 搞來的一件筆甲 叫甲衣 對 掌櫃命名就是這麼任性 它不排除以後 還會再入多一件披風啦 那筆甲呢 是一件 我又秀 對筋 兩側太差的麻將 然後這件筆甲呢 真的是超值得的 我買的是甘草王M號 只是很遺憾 它是個破箭機甲 所以算不上真正的漢服 但是你們看這個 修花這個做工 才人民幣39咧 有沒有 那這樣的單品買來呢 是很百搭實用的 再來那些總是說漢服很熱 漢服總是寬跑大系的人 看清楚了 雖然接下來的畫面 會因為我的奇麟幣 而引起一點不適 再告訴你們 漢服也是有 這樣的 其實從古代就已經有 五繡和鈴山的穿法 只是礙於禮教 都是夏天在家裡穿著成涼罷了 其實 現在也是很少人這麼穿出來啦 因為直接就有半繡和鈴山 讓人可以好好納涼 又有效的遮住蝴蝶袖 怎樣都比T恤涼 除非是背心啦 但是這個就是背心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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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